六年前 憤怒的四位群眾涌上大陸數十座城市的街頭 日本對釣魚台的國有話 掀起大陸一波反日的民主主義情緒 即便到了2010年的北京APEC會議 東道主的習近平以來者時刻的心態 會見了日本送向安倍比賽 但從當時兩人的肢體語言看 習近平連個笑臉都擠不出來 這就說明了問題 中日關係經歷了六年的體潮 安倍在24號的日本參眾全體會議上 發表他首相三連任後的首份施政連鎖 談到對外政策特意用上了習近平的新時代 而在日中關係上 沒了過去慣用的中國威脅論致言 反而誓言要提升兩國合作關係 以正式的施政演說向日本國民宣告對華政策的轉變 而這是為隔日啟程的對華訪問鋪點道理 日本領導人在事隔八年後首次對中國進行的國史訪問 標誌著日中關係的反轉 但紐約時報的評論卻泼了盆冷水 說沒人指望這兩個有歷史仇恨的國家 會立即成為合作夥伴或達成重大力量 然而在這個川普時代 日中雙方都在尋求一種更正常的關係 特朗普總統大力與國際的政策 有一定有提升的 優惠的建議 為兩國人在沙發的 主要合作的特色 特朗普總統大力 特朗普總統大力 和這次的特朗普總統大力 這方面令日本國中聯合作的 這方面導致日本 成功能獲得更加開支付近 所以我認為 這兩國人中聯合作推出 更加強烈的交流 對兩國人 在川普上台後 短短不到兩年 見了八十年 但作為美國最忠誠盟友的日本 能躲不過川普無差別的 關稅炮國時期 而川普對待盟友的反復無常 也給了北京一個機會 一來避免自己在貿易問題上 限於孤立 因此寄希望於一個更友好的日本 作為對沖 而且在經濟增速放緩之際 也渴望提升日本的對華統治 成為美國駐華貿易代表 現為華府智庫美國進步中心 研究員的葛倫福島就認為 是川普促成的日中關係的和解 我認為兩國、兩國的領導者 確實是非常實現 我認為他們認為 政治、地域和歷史的問題 能夠放在時代 當時的經濟關係 能夠更加進行 尤其是兩國與美國的問題 所以中國的經濟減低 日本的經濟減低 兩國的領導者都認為 中國的領導者最大最大的經濟 和日本的領導者最大最大的經濟 我們之間 合作還有巨大的潛力 因為我們雙方 有著合作的互補性 25號安倍抵達北京後 就與李克強共同出席 中日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招待會 這只在1978年鄧小平首次出訪日本時所簽訂的協議 規範雙邊在區域內和平相處 不訴諸鼓勵 強化了兩國的政治互動 當時大陸政治改革開放初期 基於吸引外賞可知 中日友好條約為後續的經貿合作奠定基礎 而40年後的此刻盛大紀念 對當前企圖改善雙邊關係的中日兩國來說 都在借鑒歷史溫故之心 所以在40周年這樣一種情況下 我們再來溫故而知心 來回過頭去看看 這個條約它的意義 以及怎麼在新的形式下 讓這個條約的精神能夠得到發揚光大 26號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東門 為安倍舉行歡迎的議事 最後進行正式的雙邊會談 根據會後的新聞稿 被根深蒂固的歷史與領土糾紛 甚至是所謂的台灣問題 雙方都以過去簽訂的 日中四個政治文件為基礎 一語帶過不再糾纏 除了建設性的管控分歧 更面向未來推動雙邊關係重回正規 隨後李克強與安倍兩人 見證多項合作文件的簽署 其中兩國央行在時隔五年後 重啟了本幣互換協議 這項在2013年因釣魚台問題 而中斷沒有續約的機制重行抵約 根據協議內容有效期三年 規模2000億人民幣與3.4兆聯約 並由中國銀行在東京的分行 擔任清算行 這項有利於中日兩國企業 使用本國貨幣進行跨境交易 進一步促進雙邊貿易和投資便利化 也規避了使用美元做結算的匯率風險 而兩個貿易大國間的本幣互換 更進一步削弱美元的國際地位 此外彭博社也引述消息人士說 北京方面透過這次會議 請日本分享1980年代的經驗教訓 特別是應對債務上升 資產價格泡沫和人口老齡化 最重要的是怎麼和美國進行貿易談判 報道說北京稍早已派員前往日本央行取經 向日本請教當年應對貿易摩擦的經驗 而深受1985年廣場協議之痛的日本人建議 要避免與美國一對一的談判 而且不要輕易承諾貿易數字的目標 雙方認為作為本地區和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國家 應該積極維護自由貿易 我們願意加速推進RCEP的談判 推進中日韓自貿區的談判 通過實現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 有利於世界自由貿易的發展 這全敗次於川普的保護主義 日中兩國擺脫過去六年多來的歷史爭議 領土糾紛與戰略財 在貿易問題上展開全方位的合作 競爭和協調 日韓兩國的關係正在新的段階段 而這是安倍此次訪華的重頭戲 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建 建立兩國對第三方市場的合作機制 事實上這次跟著安倍到訪的 還有日本五百多位企業家代表 全衝著這場論壇而來 日中兩國企業和関係機関 有50件超過的協力文書 締結了 インフラや物流 更加健康 金融等新的可能性 期待的分野 今天正在新的日中関係 幕開啟 大陸過去西方國家在第三方 共同開拓市場雖有先例 但這次中日企業間52項合作協定 金額超過180億美元 規模之大領域之廣 涉及國家眾多的合作 是前所未有的 中國在裝備製造 人力資源等方面 成本優勢明顯 日本企業在技術 品牌 營銷網絡 工程管理等方面 相對較強 雙方可在第三方市場開展 交通物流 能源環保 地區開發 產業升級 等多方面的務實合作 日經新聞分析 日本似乎想藉此進一步表態 對大陸一帶一路的支持 而兩國推動國際產能合作 引領堅守自由貿易的示範 更是對川普保護主義的反撥 而這回習近平接見安倍 就少了尷尬露出堅定的笑容了 但在會談上 習近平能提醒 要鞏固當前中日關係的良好勢頭 不再好 這又突出兩國間的微妙關係 紐約時報認為 在區域安保問題上 日本能需要美國 與大陸的接觸必須小心謹慎 華爾街日報則指出 即便在自由貿易上 有一致的立場 但在涉及市場開放 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問題上 日本與美國等西方國家 又是同一爭議 美國輿論普遍不看好 中日這回各取所需的接觸 而同窗異謀的關係 也顯得出弱